熟悉的身影就是6号陈晓 陈晓对曾经在这个2015赛季啊 是效率过球队 并且帮助延绵复得是冲超成功 那么恍如这个转眼间恍如隔世啊 先来看延绵队的首发阵容吧 是的 1号朱玄 3号王鹏 4号张伟 6号裴玉文 9号梅西 10号扎眼 11号崔仁 15号韩清松 16号吴永春 17号朴世豪和28号李强 今天的这个裁判组呢 主裁判是崔雍 第一助理裁判是韩晓川 二助是金逊 第四官员是宁赵斌 底线的助理裁判呢 是这个邱赵俊和马运坤 来看一下客队浙江绿城 34号门将张磊 3号王阳 6号陈晓 7号朱海威 11号黄世豪 16号徐小龙 17号陈柏良 这是台湾级的球员 22号承进 28号月新 31号垃圾级和39号徐继组 这是U23的球员 应该说呢 浙江绿城呢 是中国足团国内俱乐部当中呢 比较 非常重视轻讯的球队 所以说这支球队呢 应该说他们的U23的力量 还是非常的充裕的 对 你看一看他们球员的资料 就有很多球员 都是杭州绿城轻讯出品 是的 包括现在在这个德甲 云拿布莱梅 虽然没有出场 这赛季的这张玉宁啊 曾经也是浙江出来的球员 也是来自于浙江绿城轻讯 我们拿到的资料呢 是有三名 就是整个30人大名单当中 有三名是95的 六名是97的 两名是99的U23的球员 在整个赛季30人大名单当中 占据了三分之一 对 刚才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要链 这是塞尔基欢啊 西班牙籍球 西班牙籍的主要链 曾经呢 指教过西甲的马洛卡 那么刚才给到了 朴特夏指导的这个画面呢 朴特夏呢 现在面临的这样的压力 其实挺大的 对 尤其上轮联赛输球之后 嗯 在现场有些声音 对吧 对 但是呢 这场比赛呢 其实岩编队 我们咱们先不看过程 就纵观这几场比赛 其实岩编队还是打出有意的内容啊 对 现场的球迷 依旧是给自己的家乡球队 以足够的支持和呐喊猪威声 双方的比赛将在今天下午的三点三十分准时进行 是的 呃 刚才镜头给到的主裁判的面容 还是稍显稚嫩 是 看来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主裁判 对 好的 上半场比赛来看一下 主队 岩编输责队是从左下右攻 客队啊 客队浙江绿城 生成绿色球翼 是从右向左攻 好的 全场比赛开始了啊 今天开场之后呢 来看一下 负德 延边负德这边呢 开场之后呢 前场 是三个前锋在前面啊 扎伊尔 梅西和翠仁 现在拿球 翠仁在右边 翠仁想选择单刀的一个突破 这个球被对方的边后卫 左边后卫 刚才是28号 月新 将球抢断 待会儿呢 我们会通过现场的整个的画面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两支球队的今天的首发啊 感觉今天延边队啊 排出了个三后卫 对方的后排插上的 这是17号 陈梅梁 也是场上队长 这是王鹏的犯规啊 对 王鹏在 看到没法防 这起诉了 嗯 赶紧给他破坏 刚才我们看王鹏向前这一下啊 31号 垃圾棋来自于三个样 34号 44后卫啊 对 这17号陈梁梁的犯规 这一下犯规是对的 因为陈梁梁已经起诉了 对 阎边队的防守阵型 看依然是保持这个从北京北空打过来以后的这样一个防守阵型 防守的时候呢 加上裴云呢 他其实在后方线上站着五个人 对 对方的22号成进站在了球前 这个球离球门比较远 没错 二十号成维 二十号成绩也是又二三球员 直接把球调到禁区 利用垃圾棋的高度 出拳 出拳 双手扑了一下 对 这球二十八号越新呢 起初一脚再打到禁区里 再接没没到禁区 阎边队的队把球解决出自己的禁区里 梅西和自己队友 十七号嫖潮 把球传到后上 吴永春 这球虽然是 阎边队控制下来了 但是刚才 朴侍豪对梅西这个往回传还是提出了质疑 对 扎尔 扎尔现在也是背负着很大的负担啊 特别上一轮 你看这个球传的不太远 扎尔上一轮的这个点球不进呢 希望不要影响他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 对 我想这个是这就是朴大侠 为什么安排他上首发的一个原因吧 没错 也确实现在他跟梅西呢 也确实在寻找自己能够破门的 怎么如何能够得分的一个怪圈啊 应该说纵观整个的这个中甲的十六十球队 应该说在外援方面 这两个人应该是唯一的一只没有进球的外援啊 对 就现在是扎尔没有进球的外援 对 梅西要有进球了 扎尔小心 今天对方的上前的逼抢还是非常的猛的 非常凶啊 几轮联赛不见啊 我们看延级人民体育场的草皮突然绿了 其实是在连赛就是没有踢的时候 有空档的时候 这草皮是进行了修复 修复 而且修复的速度很快 嗯 今天看起来好像又恢复了之前啊中朝时期的这个体育场的这个状态 哎就赛前啊赛前这个我们先来看颜面这四个吧啊这球没有顶好啊对方的速度很快来看一下速度很快别录的这个是谁啊7号朱海卫朱海卫朱海卫今天是在左边那右边的是11号黄世博 其实真应该小心一下左边这条线啊朱海卫月薪啊 这是多人夹击把球拿了下来哎但这球颜面队现在最主对最需要注意的是传球的失误啊对 就是对方前场的一个任意球 其实对方封线上有个非常高大的中锋啊嗯 颜面队还是尽量 嗯减量少给对方的没错前方任意球的其实也可以理解颜面队是想打一个短船的渗透对 但是他自己的进军里面呢这样的一个配合呢对方的逼抢还比较的凶狠嗯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他们的这个快想快速的拦截 助拦啊 垃圾起的身高达到了1米88对陈晓这是属于颜面辅责的旧人今天也是在首发出场啊在进军里 还是22号成进来主罚这个任意球 你做成进传到进去 对方进攻的时候有推延面对球员的镜头给陈晓啊 嗯 陈晓呢 为这支球队呢效力了差不多三个赛季啊 这场比赛是第十三轮整个中演赛当中这是第98场的比赛 主拳发门球 现场球迷的声音还是非常的智人欲聋 来看美西的漂亮 有没有机会 没西的头球百度 扎一点的凸显 但刚才就是6号陈晓的防守 是的 对方的反击速度很快 对方的反击 三十条垃圾棋 带球 带球走中间直接打门 这球打在延面复杜队球员的身上弹了出来 来看一下跟上 朴晓豪的传球 直接给没有给到催人这一点啊 对方的后卫把球拿下来啊 今天的对方的两个中卫呢 6号陈晓和39号徐继组 编路28号月新 张伟的上前把球批出了界外 浙江绿城的边线球 28号月新吧 是的 指出来3号王阳投球百度一下啊 王阳呢 今天应该是一个防守型的后腰啊 那他跟陈不良之间的这个位置来看一下 陈不良现在应该是在王阳的身后 陈不良呢是打一个组织型的一个后腰啊 但看起来王阳更往更上前一点啊 王阳这个球员呢 他是比较全面的还可以打后卫 93年出生河北人啊 也是浙江绿城精逊出品 是的 7号出海卫 39徐继组交给陈晓 陈晓今天是拖后中卫 对方在自己的后场还是很耐心啊 在在防守过程当中的来看一下 阎面队的阵型呢 迅速变成了 好像五后卫的阵型 对啊 4141啊 中间的是裴玉文啊 4后卫 然后前面4个人中前锋线上是扎眼 28号月新上来 4号张伟的结尾是的 提出的底线啊 应该是对方的脚球 联明队他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后方线呢是靠近自己球门的 嗯啊 然后呢 梅西之前的这个第二条进攻线呢 就是他的身后 扎眼儿有的时候会撤得很深 对啊 然后呢前面就是梅西和这个崔仁 嗯在 在这个靠近对方进攻的前沿 来自己找机会 嗯 其实这边的脚球啊 特别不好防啊 是的 不论是门将还是防守球员都是迎着阳光看 迎着阳光 对 而且对方呢还有这高中锋 对啊 嗯 梅西回到自己的防守区域来防垃圾 骑垃圾 哎呦这球打在了力柱上 哎呦很危险 这就是对方用高举高打的这种战术 来看又来了 这球提出键 刚才垃圾 这球是直直线的打在了这力柱上来看一下啊 力量起来了你看 这球没有办法 他是绝对高度啊 这个对 颜面福德逃过一截对对方 再来到8分钟 颜面队真是逃过了一截 如果这球弹过来 不论是打在防守球员身上 还是对方的球员身上 已经是面对空门 没错 而且垃圾这头球啊 你看他已经甩起来了 对 整个的头部甩起来了 而且很用力 也是差一点运气啊 因为颜面队第二点 李强的身体呢 显得有点担保 对方把球向传 又被颜面队拦截 但是颜面队传球啊 开场到现在总是做的不太好 传球事物比较多啊 当然这个也跟对方的 加强前场的必项有一定关系 7号祝海卫 祝海卫是91年出生的四支中场啊 曾经在天津 松江河北华夏幸福 对 是的 也曾经刘过阳 朱海维在中超也有过经历 因为当年在河北华幸福效力啊 对 助力河北华夏 冲超成功啊 那个赛季是联赛亚军 是16号吴永春的上前赌劫啊 这边呢 边路 对方的边路呢 在左边 在右边路这边呢 右边路这边有16号徐晓龙和他们的11号黄世博啊 没心还是要 将这个 注意力放在裁判身上 对啊 其实没上比赛他过多的依赖于裁判 没错 对方还是要打边路 今天 刚才是一段时间左路打的比较多 这段时间开始转移到右路 嗯 那对方的这防线部分呢 你看陈晓啊 陈晓跟这个徐智祖他有个换位 陈晓呢 去盯防让徐智祖拖后 其实在赛前的时候 对方的主角连也说过啊 这场比赛一定要盯防好 我们研编队的这个箭头核心人物 他肯定是看了比赛 对 这个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看了比赛 所以说两名万元 现在对在对手的眼里 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重点的照顾对象了 对 但这反倒好像给了颜面那机会 是 就扎一尔 我觉得应该支持后 嗯 梅西应该上一轮他进球了 对对他进球了 而且如果崔仁是对方盯防的主要对象的话 那么梅西就更有更多的机会了 没错 好的来看一下崔仁 主要盯防对象 确实但是几次出球的颜面对都是在中前场 出现了这样的短传的失误 张伟上墙好的 崔仁百度 梅西 梅西 应该给李翔 团一下 对 但是这球传得有点远了 给到那边的扎影 嗯 啊 这边扎影 扎影在 左边 选择自己过 外线过了一个 过了这个 二十号成进 来看一下投球 离的太远了 离球门太远了 今天呢 对方的门将呢 是34号 啊 张磊 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一号门将周德海 呃 周德海可能是有伤吧 嗯 没有出现在 刚才梅西这个球啊 顶的 关键是这个球 距离球门有点远 嗯 张磊是 曾经入选过中国国奥队 是的 就这名球员啊 85年的 嗯 85年那应该也是一名老球员 对啊 这个赛季绿城啊 还是有一定的引远引进啊 比如说他 这个算 这场比赛不能上场呢 这迪诺 呃 迪诺呢 是这个南非国脚啊 南非的现役国脚 上个赛季效率于阿塞外疆的球队 呃 那么现在呢 他这支球队这个赛季还从中超 全界引进了李星灿 对 30岁的李星灿 那李星灿今天并没有进大名单啊 我估计啊 也是考虑到什么呢 就是因为体能的问题 嗯 单单的 没错 迪诺啊 这个 为浙江绿城目前打定了9个球 对 迪诺呢 洛文武德他这个确实是挺有实力的 呃感觉他这个脑门啊有点像这南极先锋的 哈哈哈哈 不为头特别大 今天没有出场啊 对 因为有停赛 他的停赛是因为 4比1击败这个青往黄海的比赛当中呢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不太理智的行为 所谓非体育道德行为 是的 又是左边的 脚球机会 还是浙江绿城这边的球权 我说这迪诺 这应该都不在 杭州 都应该都应该放假回国了 呃 虽然高大 但是脚下非常灵活 虽然高大 但是脚下非常灵活 虽然高大 是的 就上半场到现在为止 13分钟啊 对方 他的这个 选位 还有就是他的传接球啊 成功率比 阎民负责队要高 是 还有就是他的反抢 就是阎民队他可以把球抢了 但是第二次的反抢了 你看整个浙江绿城 他绝对是战胸工作 对 做的比较坚决 而且全队统一 可能今天我估计这个 吉塞尔胡安 他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战术 就是反抢啊 就地反抢拦截成功率是很高的 你看 基本上 你看都是在局部范围内 他们都是以以多打扫 对 9号没期 39号徐记组 感觉刚才那个球好像真没铲到 好球 嗯 直接笨人 实际上陈不良啊 打到15分钟 两队的比分依然是0比0 不过从场面的内容形式来看 还是客场作战的浙江绿城队略胜一筹 对 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其实在过去的两年 还真的是很有故事啊 首先呢 咱们说刚进中超那一年2016赛季呢 浙江绿城当时的绿城呢 在这个坏场地上是赢了延边负责 对 是4比1啊 赢了延边负责 那么马上在那个赛季 2016赛季 浙江绿城降级了 就是在最后一场 对最后一场 那场 黄龙队上 延边负责是3比1 击败了他 对 那个赛季其实整个就是 冲超形式已经非常明朗 但是降级一直到最后一轮 我记得 就本来那个赛季浙江绿城应该他还占据比1一个主动 对 但没想到最后的长城亚太一个四连胜 对啊 然后自己还有一些失忽 最后绿城是惨痛降级 那么上个赛季一年的中奖 这赛季律城取得了联赛第9个赛 那么这个赛季就成了冲淘的热门球队之一 所以这场比赛的三分对他们来说也比较重要 是的 浙江绿城啊 其实开赛到现在为止啊 就赛季初到现在为止 他的这个一直是很强势 后来呢 有一段时间是0比2输给了同城兄弟浙江翼 输了之后呢 就就一会好一会坏 然后状态不稳定了 对跟冲超的几个实力强劲的对手相比呢 你说他的成绩平的剧多 嗯 然后还能4比1胜利青岛黄海 但是上一轮是0比2输给了这个石家中永昌 对 0比0又平了新疆天然雪豹 所以这支球队呢 就是说你说有状态的时候确实踢得比较好 感觉是欲强不弱 欲弱不强 对对对对 而这也是冲超啊 说晋级当中的一个大技 好像是比较忌惮这种 要不你觉得弱也行 对是吧 要你一直强 或者让大家看到你有强队的精英也可以 琢磨不定 这个有点像福利 对福利就是我踢广州恒大不能赢 但是我还能输输给长城下态 就是就是他这个不太稳定 对不太稳定其实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队员在场上的执行力 包括就意志坚不坚定 就都会带来一些影响 刚才是李强的一个直c 但这个过顶球呢 呃 对方的两个后中卫呢 已经把这个线路看转了 所以说这个梅西并没有接到球啊 两个人的关门 开场到现在浙江绿城确实他们攻的比较的 声势比较浩大啊 占据场上的主动 今天延吉的天气是特别的好 是 25冬 嗯 呃 湿度25 25%啊 嗯 风俗一米 月薪的投球站到前面 直接找前面的7号驻海卫 这就是年轻的 主教练 赛尔吉 嗯 掉到后点 出了底线 也面对的球门球 赛尔吉欢 就作为这西班牙籍的教练 他其实有的时候来的绿城还真是对 啊 你是指 就是他的那个整个基战时候风格 我觉得很适合于正常绿城 这样的一支球队 赛尔吉是在球员时代是打这个后卫的 嗯 就是浙江绿城啊 他这个清训确实这几年一直清训做的比较好啊 呃 在国内呢其实真的是很有名 别看他在中亚 嗯 也出了很多的这个青年才俊 所以说你说他冲冲超啊 可能在123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流失 嗯 就起码他现在能有三名球员在123在主的首发阵容的这个位置 关键还有更小的球员 对 对吧 更小的对 还有更小的 对的 所以如果冲超上去以后这批球员过过气了以后 还有下一批 对 这是扎眼跟对方的这个16号16号徐晓龙啊 这个左右边后卫两个人撞在一块 徐晓龙这名球员呢 来呃之前是效率上也身心 嗯 2017年的时候转回到球队当中来啊 3号王阳 好的 雷西 哎呦雷西直接啊 把球断掉之后直接来立脚挑射 我看到张伟靠他比较靠前啊 嗯 感觉现在雷西和扎眼像比没其实打出来 嗯 这心结放开了 对对对 扎眼还是在一种心结的终结状态下 球了 嗯 嗯 但是呢 没席最大的问题还是觉得有有的时候呢 就是脚下有点慢 拿不住球 对啊 但是他背身拿球之后呢 投球百度这一下还是挺管用的 对方的长传接到的中路 传到别路 28号越新上来 刚才传球的应该是中间的成进啊 马赛回旋 20号成进转移转移到右边 刚才是吴永春的防守 是的 右边刚才传球的是徐晓龙 助攻上来 徐晓龙 黄世博 黄世博 两名球员在跟他 这球传上来了 要迅速解决出自己的半场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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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好的 给到前面的梅西 这球应该谁了 陈晓上前的助攻 陈晓今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盯住梅西 那这得对后卫的体力是个要求 得跟住 所以感觉今天 浙江绿城队的后防线排出的就是陈晓 体格更壮一些的去盯防梅西 而这边的徐晋组是来盯催人 对 好 梅西这球伞的伞的比较好啊 后面跟进的包销没有啊 好的 护住球 梅西 有没有倒三脚 着急跟上 有机会啊 这球 催人 李强跟上了 但李强的身体 照对方来说呢 这是担保一些啊 对方的反击 没有足够的人员的支持 传回到本方的半场 那绿城你看他就比较老道一点的 就是如果没有太大进攻机会的 他就控制球 对 打控制 28号李强 来到左右边接球催人 对方的 韩清松 二十一分钟 28号李强直接好的这球 哎呦这球 都扎眼啊 停滞了一下啊 也确实球点高啊 今天来看一下两支球队啊 呃 颜编辅责现在的这个这个阵型的门将是猪拳啊 四名后却呢 四名后卫的诈位差不多 那么中场腹地啊 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 颜面队也是回缩成五四一啊 五四一的他有一定的层次感 拖在后防线的拖在后防线的拖在后防线中卫之前呢是培育文 然后身前的李强跟朴朝啊 然后封线上的中间是梅西 左右两边呢 右边是催人 左边扎眼 颜编队在整个的进攻当中呢有点这个4123的感觉啊 他这个就是 呃 两个拖后跟两个这个中场三中场的是一个零星 零星站位 嗯 但是回防的时候呢 颜编辅责队会整个的中场会回收 对会回回回收过来 然后呢前锋呢也会回来 这样呢就变成了一个 四五腰啊 好 梅西用自己的身体把球抢过来好的自己进去了 梅西哥 好 梅西自己的个人能力 第二立进球 对联赛第二球 哎呦 二三分钟梅西用自己的能力 打破僵局 这是个人能力 这是个人能力 联赛第二球 嗯 梅西看来是一个传统的穆斯林 啊 啊 刚才我说呃 对方的主教练 嗯 在排兵部阵的时候 说过要盯防催人 嗯 所以梅西一定是有机会的 如果说按照传统的打法 直接打这个呃 利用梅西这个高点的话 嗯 那催人可能是不太舒服 对啊 但是梅西这种表现的话 对方可能没有想到 你看 梅西首先是用自己的身体把球打了回来 然后呢 突破 打圆脚 他是看准咯 你看啊 瞄了瞄了一下 他其实这个球啊 裁判 不是裁判员呢 这个门将以为他要传中 因为他整个身体晃动的这种角度 对 就是要往中间传 对 这是对方的王阳啊 对 王阳的一次失误啊 24分钟啊 23分钟左右 延绵福德队先进一球 利用了一次防守反击的机会 对 在整个中场的传控啊 比较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其实这种防守反击对延绵队真是一个好机会 对 这也是梅西拼出来的一次机会 你有没有发现 就延绵队不管是落不住防守 梅西一定是在中间场 对 去干扰对方的后防线 没错 没错 哎 你看就是延绵队 现在最技大的就是这种中场的传球失误啊 刚才是朴日豪跟李强之间又出现了这个短传的失误 差一点给对方造成了进攻的机会 其实这个现象应该被延绵队足够重视 是 因为有几个进球已经是就在这个点上出现失误导致的 没错 第一点被韩静松抢到 小心 球还没有解决出自己的危险区 现在延绵队有一名球员倒地 这就是刚才防守失误的王阳 对 三号王阳啊 还行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哦 这个球是 刚才倒挂金钩的 这是谁 踢在了朴日豪的腿上啊 比赛来到25分钟 主场作战的颜别复得一比零领先于浙江绿城 嗯 这球来的还是很及时的啊 反观今天绿城这边呢 绿城啊 也是一个四后位啊 四后位呢 他他中间中场呢 三号王阳呢 呃 开场的时候是陈柏林拖在拖后 好 现在是王阳跟他有一个换位 然后两个边呢 两个边路呢 黄世博和这个七号朱海威是两边 中间是一个 陈柏良陈柏良的位置比较灵活一点 然后呢朱海威跟黄世博两个人利用自己的速度来突击 然后前锋线上放着一个这个垃圾旗 一个高度又有技术的一个中锋 如果是黄世博上去了 那承进就往后撤了一下 对 这是陈小 将球顶出来底线 也是在催人 在他身后啊 感觉身后比较危险 对 承进的位置呢 跟陈柏良之间的承进更靠前一点 嗯 陈柏林呢 陈柏良呢还是属于一个组织者的一个形象 在组织者 走走走走走 沿边队整个上半场应该是第一个角球 没错 这是第一个角球 扎烈尔来主罚 嗯 角球开出 投球后点 因为这个两支球队的球衣啊都是深颜色的 对所以来到阴影部分的时候 阴影部分看不太出来 对不能马上反映出来 这两个球队到底哪个是哪个的球员 刚才啊出现一个小花絮 就是我刚才解说的时候 就是我就是阴影 我看那个好像阴明队球员 他怎么往回提呢 是这样不是 朴世豪 是叫朴世豪再给到没戏 崔仁对 两个崔仁 李翔 炸眼 炸眼没有机会啊 往旁边敲 吴永春出锅上来 传球 这应该是朴世豪的眼睛 好像被对方的手给打了一下 碰了一下 对方把球拿下来啊 二十七分钟的 现在阴明复得是一比零领先 垃圾旗这名中锋啊 还经常回撤来去拿球啊 这个垃圾旗一回撤 你看二十二乘进 他就马上前助攻 这是利用速度 整个的绿城两个边 边后背呢 右边需要龙 左边是月新啊 月新这边的助攻的能力比较强一点 你看陈晓大风又转移 再给月新又出锅上来啊 祝月新一上来 旁边的朱海威啊 朱海威的位置呢 更像是一个左边的主场 这球裁判终于春了 嗯啊 三十九 徐继组 徐继组 在演变队没有进球的时候 对方的主教练赛尔吉就显得有些紧张 嗯 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 就是球迷看球呢 是比较感性的啊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是真球迷的话 得看清的内容 对 我反倒觉得过去的三场比赛 延编负责队虽然是两负一胜 嗯 但是呢 他这个过程来说呀 在不是很有力的情况下 延编队 他的这个防反打的其实是有点套路 对啊 也就是说这场比赛上半场29分30分钟的比赛 延编队还是沿用了上轮和上上轮那样的一个打法 对 对我不求整个整场的这控球率 我放你呃 你的本方半场 因为你现在对对方像这种强队 像这个浙江绿城啊 青岛黄海啊 或者是像北京北空这样的球队 我们的整体实力其实不及力 对 所以说打往反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球手之道 对 说俗话说的好啊 打防反是吧 对 不能是打防防反 嗯 对对对 打打防尔反击 打防反 防反 嗯 就是之前我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足球评论员 嗯 足球这东西不是你打都动 哎 这球对方全球出现了是这边的二十八号 月薪月薪啊 停球没有停好 出了边线 有一句俗话说的特别好 嗯 防守不丢人 输球就是 哈哈哈 哎 这时候 30分钟 演员队换人了 换下了4号张伟 换上了7号韩光辉 换上韩光辉 30分钟 换上一个韩光辉啊 啊 张伟这边 哎呦张伟这边是因为有伤吗 这样吴永春和韩光辉的位置换了一下 嗯 也就是说 其实是吴永春来到了右边 是吧 对对 吴永春来到了右边 韩光辉还是就自己的左边 是 左边这边 对方的进攻的右路是空的啊 是瞧黄世博 哎 这就是 培玉文的这作用啊 嗯 黄世博这名球员呢 上个赛季效率于世家庄永昌 也是一名编路好手 今年30岁 刚才韩清松是用自己的身体 将球的对方球员追求的线路给护住了 韩清松啊 这这两年特别这个赛季逐渐又打上阻力之后呢 韩清松你可以看到 这个球员跟早些年啊 不太一样 变得沉稳了 上轮联赛还收获了进球 所以最近状态还是有点提升的 韩清松之前给我们的感觉呢 是这名球员呢 勇猛猛略不足 他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就是沉稳了一些 好来看这个球朴仕豪 朴仕豪拉到边路回翘 李强给到韩国会 直接直塞 韩国会呢 在他这个点 他一定会选择就是起球啊 给到近距离 王鹏 起高球 我一加一碗这个球啊 踢得有点着急 是本来是本方的球员 对 刚才应该是李强 接球更好一些 他是回追 将球先捅了一下 中路 他会想往中间传一下 这时候 延门队参判 延门队球员犯规 上半场的进程已经进来到了32分钟 现在比分是1-0 延门负责队暂时领先 打击鞋 3号王阳 16号徐晓龙在右边 感觉虽然浙江绿城对现在一球落后啊 但是他对场上节奏的把控非常好 对 虽然一球落后 但是不着急往前压 对 上半场的36分钟的基本上都是这个遮压绿城在控制这比赛啊 但延门负责队这个整个的 他的反抢能力来看这次又是反击啊 这球应该犯规了啊 对方对 朴晓龙吧 应该是朴晓对朴晓犯规 39号徐晋组 这名小将 上抢能力还是很积极 直接黄世博直接把球传到了 左边 7号朱海威 往中间来 王鹏第一下把球拦截了一下 后面还有 第二要打门啊 一脚远射 嗯 这些大众的力量 嗯 我发现今天这个绿城啊 他这个只要是延门队一进攻啊 他两个中尉啊 肯定必有一个人就是提前上前去拦截嗯 那刚才你看不是徐一组就是就是陈晓 就上去得上去拿来一下啊 刚才是3号王羊来了一脚 嗯 对抗应该还是王羊把球顶出了界外啊 没锡这场比赛打入一球 这个球啊 看9号没锡打圆脚 还是延边队的边线球 其实之前看了一个数据统计啊 就是延边队控球率这块如果是在50%以下的话 嗯 他有三胜两平这样一个成绩 嗯嗯 如果控球率在50%以上啊 富多胜手哦 基本都是四轮输球 那这说明就是还是野面队打这个防反防反是比较适合对对吧 嗯 那也就说明在我们全力进攻的时候呢我们的后防线是肯定会有弱点是是对手也就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嗯包括先点球对啊 所以就像刚才平话说的是要赢球还是要控球率对啊 所以说的很对就是这个防守不丢人输球丢人了 就像上一场我们就是没有绝评嘛对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球迷就会很激动 这个球这个球传的非常漂亮来跟崔仁在右边没有队友支持没锡上来了没锡 没锡往中间黄大队转移有点大韩光辉拿球回销这球推的销微有点小啊嗯 给了韩光辉再来左中传中啊没有这球打到对方身上对没有传起来那刚才这两个球啊你看李强跟韩光辉这一个传递啊嗯 然后韩光辉再传中下底传中啊这个呢是还是有想法对 给到底现在扎药扎药哎呦这球扎药传的小了点 十七号陈不良的技术很好这球传就输 这二人可以传啊对还是给韩光辉小范围之间配合 也没负责韩光辉外边再传一个地平子 还是没有起来嗯 这边球全交给了对方对方反击了 七号珠海维大范围转移 到右边 这球挺好传到中间小心好的 这是垃圾鞋啊王鹏的防守是的 成功的防守 脚球啊刚才刚才传球的是哪一位啊 对方的来看这个球啊 哦这个球呢对方 对方球员示意啊王鹏应该犯规嗯 哇哇哇一米九零的高度垃圾级 炎编队的球门球嗯 这裁判员这个球还是明察秋好啊 出拳大脚开到前面 这梅西的第一点呢可能都能抢到 但是第二点我们这个因为第二点的高度 没有第二高度啊 所以有时候这两点球来看这个球又是相同的位置 看梅西怎么办这球传中了啊 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传出了界外嗯 就这个球梅西可以再吻一下啊 这个球刚才梅西其实可以回敲嗯或者是呢选择自己的一个往进区里走对 其实呃传球啊 沿边内进区那点不多 不多 而且位置不好 而且没有高点 对嗯 这垃圾旗这名前锋呢 虽然这个名气不大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身高高 但是脚下活也还是很不错的 嗯 球还是控制在浙江绿城队的脚下 是走中间啊 两个人关门 吴永春拿到球 吴永春把球传到前面 温西 啊这球出界了 哎不对 这球是判的是对方的犯规啊 好 延编电视台还有1046旅游广播983新广播 现在您正在收看或者收听到的是58同城2018中国足球甲银联赛第13轮啊 延编负责主场迎战浙江绿城比赛 现在比分呢是1比0 里面福德的领先 这个球是在比赛进到第23分钟的时候有9号明西保利打入的一球 韩清松啊 这是韩国会 韩国会接球之后 这球呢 这球呢他示意是打在了对方防守学员的手上啊 那裁判并没有判 咱们一门刚才对方的防守学员应该没够张开手臂是 4处嗯 比赛来到了40分钟 朴氏豪啊还是依旧展现他中场拦截了这个能力嗯 还是有22号成进来处罚这个任意球 那朴氏豪是个尾是个尾前要 嗯 对方两个高点在进去 对 这球对这条绿城是个机会啊 还有成绩 直接这球速有点慢 好的第一点韩国会顶下来 扎眼 扎眼前面有开阔地 起诉 没心 右边有全人 对扎眼速度不快 前方四打几 上门 哎呀这球门将靠前啊 而且扎眼射的比较正一点啊 这球要是能有的话 真是很提升士气的一球 对 承进将球转给徐晓龙 承进中落 陈不良 哦 颜面对门前吃鸡 黄世博 小心 主权 主权 挡了一下 对方 没有了 这球 黄世博在进去之内啊 嗯 扎眼儿把这空出啊 随人 随人走中间 随人 随人 还在前进 随人转到了边路 再来到 梅西 梅西 上门 啊 刚了 哎呀梅西这个机会可是拼出来的啊 随人 李强 梅西 三个人啊 进攻当中反击 应该有这种 对对对 三点应该有 之间有有连接啊 而且呢是在 对方的防守的人缝当中把球传出来 你看 梅西这球再稍稳一点啊 平话已经提醒梅西两次了 要稳一点稳一点啊 这球要是斯蒂夫度进了 所以斯蒂夫的余温现在还没有退去 因为他这个 这前锋的属性在 斯蒂夫啊 后期在延绵福德已经把 把他培养成为了一个 可以打边路打中路的一个 比较全面的前路 嗯 包括他现在虽然贵州横峰之城 成绩不好 但是他进的球 进球多啊 进球可多 帽子戏法也有 这说不准 这就是为了未来的转会做准备 嗯 嗯 哎 放了中路啊 放了内线啊 对啊 给越新外围 这球没犯规 但对方的进攻还在继续 哎呦 这球 这球 猪拳还是显得 其实这球 在往后退一步 还好 因为手在外面 对对对 嗯 那往后退起跳本来就跳不起来 没错啊 对方这个弧度可能是神来之彼啊 真的是啊 可能看准着猪拳也是站位比较靠前 嗯 直接传啊 现在呢 对方也是想打 炎编队队的身后 其实啊 这场今天打的过于的细了 过于细啊 如果我 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是这个加西 我是这个赛尔吉啊 他那西班牙人呢 就是比较讲究这个细腻 就是打打 你我 你对方再填统阵 对 我有缝还得往里插 对 说白了 我这么说 可能很多延编球迷会觉得 你不是延编的这个这个解说 那我是说足球比赛啊 如果我是客队的主教练 这场比赛呢 我不要打那么细腻 因为延编队后防线的高度 没有没有那么的有有有优势 嗯 刚才那个 三十一号垃圾棋的投球 你也看到了 其实很有威胁 对啊 我就四十五度炸 四十五度炸 对吧 十七号啊 陈不良 站在了皮球前 这是对方的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 是 呃 离球门是远了一些 嗯 但是可以选择多种打法 没错 那陈不良啊 直接 呦呜 你看这身后黄世博啊 肚子不怪 这一定是赛前有练的 对 这黄世博是从人墙身后穿过去的 对 朱全再次化解了延编队门前的危机 嗯 有一个技术统计 延编队目前的铺就成功率 是在整个中间联赛排在第二位第二位啊 铺就成功率 对铺就成功率 第一的是武汉卓尔 就延编队的铺就成功率好像每年在中超也都是排在前景 对上半场伤停补时两分钟 现在呢我们想的是什么呢 因为上半场还没有结束啊 颜编队有的时候看了最近的几场比赛 我们发现平均颜编队失球的时间是在下半场刚开场没多久 所以说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教练组啊应该对支支球队进行一下这个体力行心理按摩 对吧 没心 你看有多场比赛 踢深圳 我们也是领先 对 然后踢这个黄海也是 北控 踢北控呢 还好一点啊 还好一点 嗯 踢黄海呢 也是这个情况 对 现在还是你先 那你到下半场如何来应对 特别是头几分钟的 对 嗯 走路的边线球 韩国辉 李强 套边 培语文已经助攻上去了 对方大脚开到前面啊 对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的严晃一些时间啊 因为比赛呢 上半场结束了 来 注意到是这个时候也要盯好啊 现在扎眼需要的是进球 这是刚才扎眼的 对 你看这球 这球就是门将 选的位置比较好 嗯 那他设的比较正义 对 其实打上的力量 你说 我觉得这个球啊 就是上轮他把点球的时候应该有这股劲 对 推的太软了 就是有的时候 但说实话啊 其实点球啊 点球你在什么样的局面下 嗯 我觉得像扎眼现在这样的心态 嗯 点球对他来说更是个考验 对 呃 他现在心理面积估计很大 对啊 对吧 对吧 你像运动战当中 很多次机会的措施啊 尤其点球还发不进 然后还尤其是在联赛第八九轮的时候 感觉找不到他场上具体位置应该是哪 对啊 迷茫了 还有就是他可能也会看一些技术统计 对 你看整个中甲联赛 万元当中 我就我没进球了 嗯 那你这 这这 对 好 这是吧 翠庸吹响了整个上半场比赛 接受哨音 嗯 呃 凭借梅西保利的进球 是的 这也是联赛第二类进球啊 个人的进球 这也是联赛的